金城四少和民国四公子 你知道共同点是什么吗 都是男的 都是男的 其他就没什么共同点了 论钱啊 不要说金城四少好像很有钱 那跟民国四公子那钱比起来 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比起来 那算没钱 民国四公子指的是谁呢 说法不一 但一般的说法呢 是指这样四个人 第一呢 是袁寒云 袁世凯的公子 第二呢 是张伯鞠 我们都知道大收藤家 第三是张学良 这个张学良 当然大家都很熟 读中学的时候 一定讲西安事变 第四呢 说法比较多 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认为是普通 当然还有一说呢 是这个卢永祥 知子叫卢小嘉 还有一个是说张俭 张俭就是第一个做博物馆 也是门方纺织业大王 农商总长的知子张孝若 民国四公子入选呢 张不居先生呢 自己就说过 他说过呢 他自个儿又说有两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呢 是有韩云 第二个人呢 就是我 一点不客气 说第二个就是我本人了 第三呢 是张学良 第四呢 说法一说是这个卢小嘉 一说是张孝若 还有一个说法呢 是红豆官主普通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以这个说法为准 讲讲民国四公子 这四个人的共同点 就是生 都生在了光绪年间 最大的是普通 最小的是张学良 但是他们都生在清朝光绪年间 说起来都是清朝人 但是他们活跃的时期呢 都是民国时期 因为他生在清朝 你比如 这个这个张学良先生是1901年生 那么他到了民国才成人 先说张学良 张学良 东北奉系大元帅 号称东北王张作林 之敌长子 张学良呢是大家都很熟知了 熟知的主要的原因 就是西安事变 再有就是跟赵四小姐 除了这个跟赵四这段 旷世奇缘 他还有一件正事 就是收藏 这民国四公子啊 无一例外都有收藏 那么张学良他收藏呢 最初呢 他还是有很多古代书画 你别看他是航武出身 我们今天都觉得 航武的啊 一说你这个军人 那肯定都是大老粗啊 民国属还真不是这样 张学良 曾收藏古代书画 有多少件呢 有六百多件 六百多件已经很多了啊 其中比较重要的 有丙射帖啊 传说是中瑶写的 后来不是不是王献之 就是王岐之临的 再有呢 就是小李将军的海事图 董元的山水图 一说董元 你今天到台北故宫去看看 董元的山水大轴 是吧 郭西的寒林图 这都是中国历史上啊 一跺脚三颤的这种收藏品 包括宋徽宗的书法 没有人的绘画等等 都是真品 晚年的时候啊 张学良和夫人啊 对他们在一生中最艰难情况下 保存下来的这个遗产归宿呢 他有过很多方案 你知道他的画呢 在过去的生活中呢 有的转让啦 送人啦 他都是可能的 但是呢 他还是留有了相当多的一部分文物 他想 这个人到岁数大了啊 这个遗产啊 不是钱 钱最好处理 东西最难处理 那钱随便写个遗嘱 钱怎么着捐了 怎么都好办 因为钱本身是没有情感问题的 你比如你到这个岁数大了啊 你行将就木 你要写遗嘱的时候 你说我剩下的全是钱 这倒反而好办 如果你剩下是东西 就比较难办 比如东西不能切割 你说我俩儿子 啊 我有一个平腹帖 我不能一踩两段 一人给一半 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 你收藏 下来的文物呢 你会有情感问题 很多东西你不拥有 你就没有那个拥有的情感 你拥有就会有情感 有情感 处理起来就比较麻烦 所以张学良呢 他曾经准备把他自己的收藏的文物呢 都交给他和这个赵四小姐的这个多年的一个挚友 他这个挚友是什么 是个牧师 是台北的这个士林凯歌教堂的一个牧师 姓周 叫周连华 他这个受洗和结婚的时候 见证人就是周连华先生 就是这个牧师 那么周连华呢 他同时又是台湾的这个东海大学的董事长 你想 那大学都是资助的 那就是有钱 他就讲呢 如果说要把这些文物呢 都交给这个周连华牧师呢 办的这个大学呢 收藏管理 无疑还是很可信了 因为这些东西留下来 不仅仅是一份有形的财产 重要的是无形的财产 那么这个周连华牧师呢 也是这个很愿意就是跟这个这一对老夫妇呢 商量 希望更加妥善的保管呢 他就按照张学良夫妇当时的这个意愿 就接收和管理了这份珍藏 但是后来啊 你的人的想法啊 都会有变化 人活的岁数越长 这个变化的可能性就越大 后来张学良就改主意了 他觉得就是台湾 这个当年 国民党当局监视他这么多年 他把这东西留在台湾 他心里有点心有不甘 就想能不能把这东西弄走 尽管他后来啊 他到90年的时候 那都89岁了嘛 就是他已经有了人生自由 他这种软禁到了90年就就 那时候你想 蒋介石都去世很多年了 那他也不想把自己的这个 这个这份东西和台湾作为人生的最后归宿 后来呢 就是他做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口述历史 当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那个采访呢 就是不停的采访 他就让你说 你知道我们有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三四十岁接触很多中国著名的大家 真的是那时候录音不行 不像现在随便拿手机就能录音 那时候跟他聊天 如果你按下录音键 能把这些东西留下来 现在都是非常珍贵的史料 当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采访人员就发现呢 这个张学良夫妇呢 跟他采访的过程中 发现他也跟忧虑 就是说对他收藏的这批文物 忧虑 不知道放哪为好的时候呢 然后就不时时机的建议他 就说你能不能把你所有的这些文物 连同你做的啊 这个口述历史的这个资料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 给你腾拍地儿 你在这里 永久的放下去 这样呢就使这个 陷入困境的张学良呢 就一下就脑洞大开 就眼睛一亮 当时呢 国民党的党史馆啊 国史馆 很多机关 这时候呢 也盯着张学良 觉得这东西太重要 然后不时时机的透露一些 人就在 透露一些信息 跟他有些人在中间游说他 就是说 这东西还是搁在台湾好 张学良就对后来的这些人 尤其这些人就是带着任务来的 他就更没有好感 所以这东西呢就 就不想给他 不想给他呢 就是因为源于这个印象不好 那么 美国人呢 他当时从某种角度上讲 他是一个中间人 他对跟台湾的这些官方派来的人 比较起来呢 他比较中立 又何况呢 哥伦比亚大学啊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世界名牌大学 在这个张学良的眼里呢 他知道这个 哥伦比亚大学呢 在这个 就是民国以来 尤其晚清民国以来 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呢 都十分关注 那么当时有很多人啊 你比如像胡适啊 李宗仁啊 顾维军等等这些人的 口述的这种资料 都是包括一些文物文稿 都是送给了这所学校 所以对他来说呢 这些人都还是很熟知的呢 他就多了一份 这个安全感 所以呢 他就想把这东西给了 哥伦比亚大学 那今天呢 他这批东西呢 都在这个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收藏 最终还是走了这么个归宿 我们可以知道 张学良啊 这个漫长的这个人生呢 他大概有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 他紫城副业 对吧 东北王啊 东三省一制 对吧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他出师中原出来了 他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他 搞的那个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改变中国近淡史 或者说中国革命史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节点 西安事变以后 我们 很多事情啊 就是 历史改变走向 那么包括张学良一生 那个节点 西安事变以后 他自己的生活完全不一样 那么他能够 由一个东北王 变成一个阶下丘 被软禁起来 长达那么多年啊 我觉得他不调整好心态 他就没有后面的长寿 他口述历史啊 移交文物史料 于这个美国各大 无疑是张学良呢 这个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章节 把他的能保留下来的东西 都保留下来了 这部分东西 今天随时可以调出来看 你能看到 在中国一百年历史上 有关他呢 他的重要的文物 1993年的冬天 张学良跟赵斯小姐啊 就是登上飞机 告别了他生活了 几十年的台湾 飞往夏威夷 做永久定居 张学良呢 把自己收藏多年的书籍啊 书很多 万余册 万余册是非常多的数量 然后把这个书呢 都捐赠给了周连华牧师 这个主办的东海大学图书馆 然后其他的重要文物 还有很重要的手扎 信函 这些东西非常重要 非常真实 你知道历史的手扎和这个信函 是非常真实的表达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 还有这些字画 照片日记等等 装箱以后运往美国 这就是我们既熟悉 又生疏的张学良先生的收藏生涯 那么民国四公子的第二位 我们再说说第二位 他不一定排序第二位 但我们说的第二位 袁克文 袁克文名门之后 袁世凯的这个公子 袁世凯的长子叫袁克定 袁克定是袁配夫人于世所生 那么次子就是袁克文 那么他的母亲其实是三亿太 是朝鲜王妃 说起来袁克文 就是袁寒云呢 还有朝鲜血统 他是个混血 你看他妈就是朝鲜人 那么生了袁克文以后呢 因为这个朝鲜王妃呢 就是还是因为大仪太啊 大仪太你知道大仪太的地位很重要 大仪太毕竟航牌靠钱呢 所以呢三仪太啊 金氏生的这个袁克文 就过继给了大仪太审视 大仪太非常受宠嘛 袁克文酷爱收藏啊 因为他曾经收到过一个宋人啊 叫王申啊 王敬青的蜀道寒云图 收到以后喜出望外 随字啊 随后就改字为寒云 他为什么叫袁寒云 这么来的啊 自个儿收藏了一个图卷啊 喜欢这图卷喜欢的把自己的字改了 所以一般人都称为袁寒云 他的这幅图今天在哪不知道啊 也许某一天啊 突然这个就出现了啊 也许这个东西就永远销声匿迹了 这个收藏就是这样 有的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东西 丢了几百年以后突然就出现 你比如我们的玉板十三行 宋代就后来找不到了 结果到了文革后期突然出现 你想中间隔了七八百年 那么袁克文呢 他除了擅长书法啊 学问大书法作诗填词写文章 他还喜欢唱昆曲 唱小声丑角都扮演的很好 他最拿手的好戏就是长生殿 游园惊梦 他爹在的时候他不敢 唱戏啊过去不为他们这种大家啊 这个所为 结果他爹去世啊 袁克海去世以后呢 他就没了管束 他开始票戏 所谓票戏呢 就是你不是专业的你来学 所以当当了著名的票友啊 就名票 有一年啊 那时候袁世凯已经去世了 他这个当然肯定是他大哥啊 过去长兄为父啊 父亲不在了长兄为父 那袁克定呢 就这个就发现啊 说这个他弟弟啊 在新民大戏院呢 跟人家合演这个游园惊梦 然后他大哥就很生气 生气呢 又没法弄 他认为这个当戏子这事啊 有点有辱夹风啊 怎么办呢 他就找来了北京警察总监 叫薛松平 就是相当于他当时 把关系长给叫来了 说呢 因为他地位高啊 袁大公子啊 就让薛说呢 就说你这总监啊 帮我一忙 什么忙呢 把我这弟弟给抓了 让他唱戏 这关系长惹不起他呀 但又不能推脱呀 这时候呢 一想说 这都是你们家内部的事 你让我行使公权 这事不规矩吗 然后他就直接就去找 这个袁克文 然后就 如此这般的 就把他搁的这意思啊 全都说了一遍 袁克文很知趣 过去的尊重兄长是美德呀 袁克文就 就笑着说 我明儿还就一场了 唱完了 我就不唱了 你知道他这个过去啊 这个票手唱戏不挣钱 是自个儿拿钱唱 唱这两场戏得花多少钱呢 说这两场戏得花好几千银元 好几千银元 那时候有几百银元就买院子了 所以那过去唱戏很贵很贵的 那么袁克文的世古啊 就喜欢这种古董收藏 他不是投资 我们今天这收藏家十有八九啊 都是投资 买了就是为了卖 人家过去的收藏家就没卖这概念 他呢 就是一个有钱人的一个消费 就是老爷我消费得起 就是千金买酒 喝了就是为了性质 买来的东西啊 就是为了藏起来来人跟人显培让人看 袁克文过去啊 过去的你知道过去收藏家 尤其收藏纸本的啊 你比如说收藏绘画的 收藏书法的 收藏图书的啊 他都刻一张啊 有的是什么曾过我眼 有的写珍藏啊 或者曾在某家 这是最盖刻的张 就是你比如我要刻一张 叫曾在马家 就是曾经这东西在我们家 买完了以后都盖一张 他自个儿也刻过一张 他这张刻的有意思 他说与身啊 聚存亡 就说我这东西都跟我一块啊 就是生死都在一起 你想他有多喜欢这事 但是啊 他这个毛病大 因为富家公子啊 大手大脚 花起钱来如流水啊 所以他下了决心不卖的东西 当他生活窘迫的时候 他还是拿来 拿钱换物 要不就变钱 他总要是要花钱呢 他收藏了那么多东西 很多东西就是过眼于年 他这种消遣呢 是在性质上 你比如他有学问 字写的很好 据说后来靠卖字还活着呢 就是一看这东西 哎呦这东西 眼睛一亮 立刻知道这好东西 立刻就拿钱买 买完了以后 他到 不觉得什么了 因为当他这一只啊 他爹走了以后啊 他这一只就示弱嘛 那他的这种收藏呢 就逐渐就逐渐就散了 呃 袁世凯去世以后啊 袁克文分到了两份遗产 每份八万块 你今儿听着八万块 不知道什么数 我告诉你 当时的八万块 应该是一个人能够活一辈子的 架不住他 他挥霍呀 啊 就生活很快很快的 就就衰落下去 就把这些家里的这些收藏 包括很重要的 像宋课啊 宋课你知道 宋代的课本啊 那书比比这个书画还贵啊 就转让了 你比如他的鱼玄机集 后来转让给这个傅增香 傅增香就是我们 这个文物鉴定大家 傅西年先生 跟傅西年先生还算熟啊 就是早年请教过他很多问题 傅先生的学问 学服务车啊 没人比得了 是中国过去书画七人建定小组的 现在这个硕国仅存的 这个专家 前面六位都已经相聚 驾鹤西归 傅西年先生是傅增香先生的孙子啊 就是家学渊源 袁克文因为字写的很好啊 就是他就你知道过去字写的好 又有地位的人呢 很多人求字 今天也是这样啊 富庸风雅的人都愿意求个有名的人的字 挂墙上 因为他不知道字好坏 他只知道这人是否有名 所以袁克文呢 当时呢就写过很多字啊 写过卖卖卖卖就没钱的时候就卖字 卖字呢 就你知道卖了卖字 你卖了卖去你有名了吗 当时山东呢 有一个就我们老说呢 叫狗肉将军啊 山东都吧 张东昌呢 就想他让他写赴中堂 一下给他开价 开价开得大呀 他平时写赴字才十块钱 人家说开一千块 给你一千块大洋 那这个不能说明啊 张东昌有多大眼力 而是说明呢 就是这个社会就是个世俗的社会 因为袁克文有皇帝之子的这样一个身份 所以呢就有人高价求他的字 1931年啊 1931年 那我们说起来就是 918事变那一年 袁克文就就病死了 死得比较早 人中年就去世了 那第三个我们再说说普通啊 普通呢 他的父亲是叫爱新觉罗宰治啊 他父亲是乾隆的玄孙 就是五代孙 那么他就是六代孙了 那么普通本身在他们家行牌是第五子啊 这个他算是末代皇帝溥仪的族兄啊 就是就是就是同族的嘛 普通自幼啊 在上书房就按部就班的就读京师子集啊 学作诗文 过去啊 这个皇就是皇家的贵族啊 都要从小开始读书 读书很苦啊 所以钻研琴棋书画 精于致印啊 他酷爱聚意演戏 对于昆剧啊 京剧啊 生淡静莫丑啊 全都会啊 这是我觉得这有点全才啊 有点像我们现在演小品的那个演员啊 什么都会的 那么对于乐器呢 也非常精通啊 比如笛子啊 二胡啊 那就这说起来是两类 笛子是吹的 二胡是拉的 所以说一个是弦乐 一个是管乐 所以他都无所不通 清末民初的时候呢 每到这个 这个 家节家日的时候呢 他就会约上朋友们 到啊 西山 北京西山有个大厥寺子 小住 我都在那住过啊 那个 古厦啊 大柏树都特别大 古厦 森森的那种感觉 普通弹一曲 高山流水呢 使人这个 这个超凡脱俗啊 普通的啊 他 通小啊 音律你知道啊 过去的人认为啊 你只要通音乐啊 这都是高人 普通那时候的精通 音律呢 是可以跟专家啊 离手去谈论这些 包括文物鉴赏 我们今天 我也能碰到很多 喜欢文物的人 来了跟你谈的 都是驴唇不对马嘴 这都不能算精通 那么尤其对金石 悲帖 这个都是在过去收藏中呢 是最难的 我们讲过啊 悲帖过去俗称黑老虎 就可见有多难 这个普通呢 它是清末的 这个贵胄啊 皇孙 家里收藏呢 自然多啊 你比如过去说 龙门二十品啊 我很年轻的时候 就听秦宫先生啊 张嘴队跟我说 龙门二十品 当时我都不知道 试试啥啊 就是说 这个悲帖中的名品啊 你过去说 这个 你有什么 你老说 呀我们家有一个 谁画的牡丹 人都不爱跟你说话 你得说 我有什么悲帖 对不对 我得有法书 你说的什么 画一大牡丹 谁画一美人 那都不行啊 所以 普通的收藏态度 就是信手挥霍 爱之必取 就是我 花钱的时候不在乎 但是我喜欢的 必须要买到 你知道他这个 不仅仅体现在 他的收藏文物上啊 讲个事啊 就一个小故事 当年呢 他去严居鹏家 严居鹏是著名的 严派老生啊 创始人啊 严派啊 家里有棵树 歪拨树啊 你这树长直了 不好看 中国人都认为 树得拧巴着啊 越拧巴啊 这树越有意思 一看 哎呦 这树真有意思 可以入画啊 然后就跟 严居鹏商量 就说 你们这树 能不能卖我呀 你知道严居鹏 怎么说吗 严居 你知道 你是有地位的人 到我们家的买我院子里一棵树啊 我没法直接回绝说 这个 我不卖你 那没法说 人只是婉转的说 人怎么说呢 说 我是没打算卖这棵树 如果您特别喜欢呢 我这树就送给您 什么意思 就是 您就别买了 是这意思 但是普通可不这么想 说您送我 您送我就送我 严居鹏怎么说呢 说那您怎么搬走啊 说这树要移到你们家 种下去 活不了 那您这不知道 你白来了吗 普通说 没关系 我有办法 然后就跑了护国寺 那时候都有那花厂 就是咱们现在的花谱 请那专业的工匠 到他们家 说您给我看这棵树 我能不能移走 他说能移 说怎么移呢 说这棵树 你要想移走 必活无移啊 至少要先养户五年 五年 你说得了吗 人家普通就说 五年就五年 然后就雇着人 去养户这个树 再把它运走 我告诉你 为什么要养户五年 你知道啊 这树本身长得那是个天然的 你要把它挖起来 一定要断它的根 根系非常发达 那么它就一点一点的 要把这个土断开 要把它逐渐逐渐养成一个盆景 最后才能把它搬走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间很长 每年要改变一点 根系要断一点 不能全断 一次全断了 那么好 它就死了 所以五年以后啊 还把人家那个 人家家 他也不怕花钱 把人家院墙 和自个家的院墙都拆开 最后才把这棵树移植成功 你想想 他是一个多么挥霍的人 你知道啊 这就叫随性而取啊 这就是随性啊 人家当然随性就现在叫什么 任性 是吧 花钱任性 跟哪个一个意思 但是你得任性的起 普通跟袁寒云一样 都喜欢票戏啊 特别喜欢 过去很多 我认识很多老先生也喜欢 比如朱家金先生 就喜欢 就是什么事都没有 这事有兴趣 还是那个狗肉将军 张宗昌啊 一听说喝 这个他会唱戏啊 当时这大帅 张大帅啊 这张大帅是这个 相声里的笑料啊 就是觉得自己得光鲜一下 就广请明家 请明家 你说这过去 这个军人 人们敢惹呀 所以他就请谁呢 请梅兰芳 于书炎 著名的老生啊 孟小冬的师父啊 还请这程彦秋等等等等 全都请到他们家 他们家在哪呢 山东啊 在济南啊 到济南 然后呢 杨慧一时兴喜 就说啊 唱唱的好 其实他也不一定懂 就是喜欢 那时候喜欢 有真喜欢 有假喜欢 但是他们这种都属于 半真半假的喜欢 你说他一点不懂吧 他懂一点 你说他完全懂吧 他不是彻底懂 但是他身份在那呢 结果呢 他一时高兴啊 唱了一场戏的高兴 就问梅兰芳 就说 我听说这民国 四公子中 这袁二同武 说他戏怎么样啊 梅兰芳说 说那两位啊 是行家中的行家 你看这话说的啊 非常圆润 不得罪人啊 人行家中的行家 黎元介呢 向来敬重 为什么黎元介 向来敬重呢 因为那俩有钱 请得起你们唱戏 跟你们玩 说给你钱 不是白玩 我们现在都是白玩 人来了不给钱 蹭人时间 那不是 那是来了就给钱 那么这时候旁边有个人啊 就是马屁拍的 这人叫杨渡 上来就说呢 说哎 这都是简单 不就是这俩人吗 说我拍个电报 那俩来吧 袁翰云接到电报以后 就给同武爷爷商量 说 咱俩这交情 咱俩去吧 给人唱唱戏 说咱这都缺钱呢 这会儿 这时候土匪都有钱了 咱没钱 咱就忍了 说 他那钱给的多 咱俩干脆去 去一场 普通 同武爷呢 这断然就拒绝了 你别看他们俩交情好 这事还得拒绝 就痛骂张宗昌 说他是个土匪 是个土便 是个反复无常 是个小人 你知道他有多少仪态 他都搞不清 说居然要让爷去给捧场 门都不成 说你知道为什么 过去连仪态的搞不清啊 为什么搞不清 我告诉你因为太多 普通就说 爷是个正人君子啊 天皇贵胄 谁能跟他们为伍 咱就爷就不给他赏这脸 就没去 这没去呢 他还劝袁克文 说你也别去 你去干嘛去 可是袁克文这会儿 手头缺钱 说那边钱给的多 说得了 说人情 我去一个人去做 所以袁克文就自个儿去了 去了以后呢 挣了一笔银子啊 当时还是跟程燕秋搭唱 张曾昌听完了以后特别得意 说袁世凯的公子居然给我登台演戏 我得面子 结果 我们老说天有不测 风云嘛 风光以后 没几个月 北伐军就攻克了济南 张东昌就成了丧家之犬 那北伐军就追究啊 说他几个月前还在这弄谈会 都谁来了 说美兰芳来了 虞书延来了 李万春也来了 程燕秋也来了 来了好多人 这些人都不没事 这些人本身就是唱戏的 说还有谁来了 说袁克文来了 说袁克文啊 他也不是个唱戏的 跑这拍什么马屁 就通缉他 所以呢 袁克文就栽了 事后有人就说 童物爷牛 童物爷有先见之名 童物爷自个儿说 我没啥先见之名 就是后面的事 我做梦 我也想不到 我就是瞧不起 那张东昌那德行 我就烦他那号人 我们不愿意搭理他 就这么个意思 普通的晚景呢 就不算太好 这个活得不能算太短 活得也七十多岁 后来栽过一个跟头 这跟头呢 就说起来跟这收藏 还没什么太大关系 就一无措措步不措 所以晚年呢 也就靠卖个字为生 讲初就去世了 那么我们最后说一下 大名鼎鼎的张伯居 张伯居的这个生父叫张景芳 他后来过去给他的伯父 叫张镇芳 张镇芳是满清最后一位直立总督 1917年还参加过张勋复辟 张镇芳张景芳兄弟呢 是袁世凯兄嫂的弟弟 也算有 就什么